那有好處是,人還可以控制這個 就個人行為你沒有辦法控制他,他提下來他要看他要做什麼 可是交通號是你可以連鎖嘛 對,連鎖我想這個大家都是很清楚的 有的時候如果你看到那個 剛剛畢業的交情,或是很不熟悉的那種異交 在指揮交通的時候 我是覺得他們有的時候是 讓交通更不順暢 有的時候會讓交通更不順暢 有經驗的就比較好一點 所以牽扯到人就會,換成人來手動的時候 這種東西最好都是要雲端在後端有一個control 所以物聯網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後端 當然我們先看前端 前端的這些物件都要能夠連上網路 就交通這個部分來看 當然這個是很重要,緊急醫療的這個 緊急醫療的這個通知 那 那這個 像這個車輛加裝感應器 或者是這個道路旁架設這個 路線 unit 路線 unit 這個部分 也不是現在 基本上在 20年前 實驗性的公路就有很多了 就是 無人駕駛的汽車 無人駕駛的汽車 有很多種 無人駕駛的汽車 我們上次有看過Google卡 沒有 上次沒有看Google卡 有些網路的 在洛杉磯大概1980幾年 就有一條公路 就做成一個智慧型的公路 那 你一個人在 你一個人開車 你就自己保持自己的 就是分散式的 但是 如果你跟路能夠溝通的話 路旁邊的這些裝置能夠溝通的話 那 那上面的控制的 控制的那個Program 所以更上層 他就可以知道 這條路上面 哪些車 有哪些車 他們距離是多少 那 你把車的控制呢 就交給路 路上面的人再交給control 所以 對這個 1980年就有 就有這麼一條公路 但是那是做實驗 那 這全面推廣有很多的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 實際在用的時候 會有很多的問題 譬如說什麼樣的問題 概念都是很好 建制 然後是Business 如果大家都是 我們 我們都說像IPV 如果我們有個flag date 這個 我們說今天開始 這個革命進攻 推翻 推翻滿清等等等等 就這麼今天開始 革命成功 那就沒有問題 可是 問題是 你這個做要cost 非常大的東西 你不太可能把現在 不太可能全部建制好 而且還有更重要的是 這些 車主 舊車你不能說 舊車不准上 那我的車就完了 我的車就很舊了 快20年的車 你就不能夠上路了 那一定要裝 像我們現在 在ETC的車道 舊車也可以貼 一定要有這種solution 要能夠讓新舊 讓所有的狀況 都能夠 都能夠在這個solution之下 都能夠apply 都能夠用到 那這個才行 所以單一的這個技術 它可以秀出 可以做一個秀 但是 要能夠 廣辦使用的話 要克服的問題還很多 所以這個 呃 做 做 由roadside 由你幫忙緊急療通之外 也是有這種 那再下面 這個所謂的先進 那這個其實也已經有了 那在智慧型的公車 我們現在 現在我們搭 nunca 有一些搭乘搭中 交通工具的時候 下次也都有這個 実施 現在有一些站牌會講話 大家知不知道 站牌會講話 還是車會講話 現在有一些公車呢 我碰到過幾部 我沒有去看一下 wars 你有沒有碰過公車近戰的時候 我多少路公車進站 我這部車要開往哪裡呢 你們沒有碰過這種公車嗎 有碰過是不是 801全部都是這種車 所以那不是站牌那是車子對不對 車子的廣播 OK好 它對外面的廣播是 我不是說對內是對外 阿里 OKOK 所以有些公車已經有 對內是要下車的人 對外是要上車的人 反正有些上車的人我看不到 或是眼睛有問題 或是他後面趕來 那耳朵至少可以聽得到 這些都是比較好的服務 考慮比較多 但如果有三部五部 車一起進來就有點吵 那是要解決一些問題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 你要怎麼樣解決 好多車都在進站 那這個那一類的問題 那這個當然重點還是在後端 那這個 轉乘也是一樣 轉乘其實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意思 再來轉乘的話 比較好如果像大眾運輸系統 如果有好的轉乘的話 就可以 可以節省cost 然後節省這個 非常的多 好像軟公車 公車轉捷運都比較省錢 大家應該都經常在做的 那公車就配置的GPS定位 然後不同的監控系統 那公車上面 公車上面的這個 這個一堆了 OED 顯示暫停 然後車站播放 然後影像偵測 像 因為車車很大 一定要有車子 車載機 當然這一定要有一個中控電腦 過去的中控電腦 是控制車子裡面 現在跟車外 那ID識別 然後這個 一個很透的面板 現在也不是只有公車 大部分車子也都有類似的這種 那當然我一直在說 重點跟後端的資料庫 給結合起來 跟雲端的結合起來 那當然還有另外的就是 我剛才有這個 汽車警報 我剛才汽車警報 我沒有在那個前面 還有智慧停車網 智慧停車網 兩次 抬頭出現兩次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汽車警報 我們把這個 稍微看完再 休息 車警報的 系統 就是說 事故發生以後 那立刻就送到警局復救中心 警局復救中心 警局復救中心 醫療警察的相關單位 那這個是由 由這個 由這個 一個 發生的車禍 一個Emergency Call 然後到這個 的位置是在哪裡 通到這邊 然後再通到這個 各個 那這一類的東西 其實 一方面 一方面由汽車 這是一個Solution 但比較更常用的是 由什麼 來做這種 這種警報系統 大概差不多有十年前 你們有一組學長 他們去參加比賽 就是做類似的東西 大概十多年前 一個生羊 一個微軟比賽 都得獎 用 用手機 十多年前手機 十多年前手機已經開始這個 但不是iPhone 不是Android 用手機定位 定位以後 做醫院病例的傳送 然後到這個 119 然後他這個 119 然後 我隨時定位了 定位了以後 然後通知醫院 通知這個 行動中心 然後 再把我 如果 如果 高雄人在台北 把高雄病例傳過來 那救護車 就帶著我的病例 一起過來 看一個 特別的要做處事 等等 所以 如果大家有手機的話 這個舍律器 到底是要走手機呢 還是要走 跟車子結合 跟人結合 還是要跟這個 這個車子結合 其實都可以 那 那怎麼樣會比較好的呢 那這個大家可以想想看 各有優裂點 真正在run 各有好處、壞處 但汽車上 可以做 那實際上 跟大家更有關的就是 對開車的人更有關的就是 停車啦 停車的話 最麻煩的是 找停車位 在 台灣還沒有那麼大的停車場 我記得 過去在美國的時候去看 看籃球 看棒球還好 不是很大 看那個 比台灣的都大 如果看那個橄欖球 美式足球 那個 它那個一個洞 都是大概五萬十萬人 從停車場 停車的地方 在走到那個 比賽的那個地方 大概到走三十分鐘左右 大概 大概 如果去迪士尼怎麼去玩的話 走遠 都停很遠 要走到那裡 要走很遠 大家都開車 那等到你回去 要找你的車的時候 第一個 找空位很難找 空位很難找 空位還好 不然就是從外停到 你要早點去就近一點 晚點去就停了 你叫周圓 我記得 我那一次走三十分鐘 那一次 我覺得還蠻早的 可是裡面都已經被別人停了 就要走 後面還有人 走一個小時還在後面 就很大很大的停車場 周圍幾個公路 那 那還好 那是你回去要找 你的停車位有點麻煩 可是有時候 在停滿車子的停車場 我要找一個空位是很麻煩的 上次有一個影片 大家也沒有看過 有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在這個上面加一個什麼 車子離開以後 加一個旗子 對不對 我現在有同學在講 不然我開車人看不到 開車人我看不到 那個哪裡有空位 看起來都滿滿的 你這個一個車子出去了 那旗子就翹起來了 結果這個 這個旗子一個旗子之後 那大家知道 那邊有空位 好不好 大家就往那邊衝的話 那就很麻煩 那基本上 那是不用科技的 比較傳統的 我用個旗子 比較簡單的 或是一個壓力 其實就升級了 但是我也可以用一些導引 導引的 像現在也有很多 都有 在101附近的停車場 都有比較大的資訊 或者其實 像前兩天 我去民生東路的時候 就有兩個停車場 一個是在活動中心 那我在網路上看 只剩一個位置 我想說不要停那個 我停那個 我停那個立體停車場 就停立體停車場 繞了好久 因為它有很多位置 當然會是立體停車場 要一直繞到上面 繞十分鐘才繞到 繞到 繞到 那上面都比較空 大家都不想到 都是從下面開始停車 可是我等到我 我停好車 到了另外比較 近能的停車場的時候 發覺有五個位置 不是 這也沒辦法 這個 這個叫靠運氣 這個大概沒有什麼人可以 這個大概沒有辦法 靠技術來幫忙 但是 如果其實有一個位置 或五個位置 很大的停車場 要怎麼樣 讓我到 那一個位置 有幾百個位置 那一個位置怎麼樣 那當然可以用導引 進去以後 就各種 像GP GP就是 後面會稍微再多幾個 GP 到無線網路上 導引到 所以 這些 這些 這個交通的部分 還有很多 那我們大概就先 看到這裡 等一下我們要稍微快一點 等一下我們來看 這個智慧電網的部分 我們再休息一下 簽名的簽到哪裡了 OK 好 謝謝 如果沒有簽的 就過來這邊 沒有拿那個 課程大綱的在那邊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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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只 您